主席各位处列席官员大家早安 可否请曾铭中曾主委 洛杨好曾主委你好 是 看到曾主委啊 这个你一上台了以后 整个国内的资本市场啊 可以说是啊 攔起了一丝丝的希望啊 那 这个我们看到日本啊 这个有射出三支箭 事实上整个金融市场啊 大家也都期待说能摆脱过去啊 闷经济的阴霾啊 可以在曾主委的推动之下 射出三支好箭 第一支啊就是啊 銀行方面的 第二支 证券方面 第三个是保险方面 那我们看到上海的这个 这个自由经济贸易区啊 已经开始挂牌推动了 他们速度都非常非常的快 那 这个外界啊 对曾主委啊 其实期待都很高 因为啊你这个过去的这个 资历啊 以及行事风格啊 总是不怕困难 遇到困难就 沟通协调解决 那刚开始啊 你上来了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啊 特别是股市方面啊 也弱有表现啊 但是啊 你们再怎么努力啊 有时候啊 上面啊 搞得乌烟瘴气啊 这个人气都没有办法回笼啊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啊 不曉得主委啊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你这三支箭 怎么样来射出去 怎么样让 台湾的这个经济啊 可以啊 很活络的快速恢复 现在的市场的这个交易量啊 以前一千两百亿日均量 是正常啊 結果现在啊 美夏玉矿 跌跌不休 主委啊 不曉得你有没有什么振兴的方法 是 跟委员报告 呃 金管会在九月二号宣布三个股市的措施 那 自营商的部分呢 已经实施 那 融资融件 平板一下换空 也在九月二三号实施 那接着第三个部分是啊 现股当冲先买后卖的当冲的部分 因为这涉及到要四百多个城市的修正 所以啊 证件商认为要四个月的准备期间 所以我们议定在一月六号 明年一月六号实施 那我们相信这三个措施实施之后 整个动能能够充分的发挥 我相信对股市的价跟量都有注意 这个速度还真的 这个速度还真的是蛮快的 因为啊 这个每次啊 工厅会啊 或者业界 已经都讨论很多年的事情啊 就我看见你一上台啊 果然见其履急啊 马上就开始很多有措施不断的推出啦 这个是个好现象 跟委员报告 其实平板以下 现股当中的部分 我们原来的规划的时程 我们希望更早更快 但是涉及到证件商的 一百二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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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商的 电脑程度修改 所以才拖到一月六号 本来我们希望更早更快来实施 那预定这个平房下放空啊 等等这些措施开始实施了以后 日均量会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或者是预计 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依照证件商同会 同会工会的预估啊 基本量 基本上量 会增加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十啊 是 所以加加到一千亿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跟委员报告 现在啊 OTC跟集中市场 政交所 现在九月份的 成价量平均是九百四十二亿 那我相信假设 啊 第三个措施实施之后 我们目标啦 目标 最低啦 最低 OTC跟政交所加起来 我相信应该可以超过一千亿 谢谢 我想啊 量先驾行啊 特別现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体啊 慢慢啊 这个经济的中心有往 东方移动的趋势啊 我们看看整个大陆的崛起啊 那我们在大陆 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这个枢纽地位啊 更应该啊 掌握时机啊 所以我们过去常在讲说要 推动做一个全世界的华人的理财平台啦 那事实上这一点啊 我们有很多的台商啊 很多的海外的这个朋友 大家都希望说 资金啊 可以回到一个比较安定 回到一个比较自由国度的地方 那事实上 这个民主制度啊 就是在华人圈里面 这个我们在台湾啊 是 这个首屈一指啊 最好的选择啦 那所以 昨天 彭总裁啊 已经开始讲说 我们外汇存体已经纳入人民币了嘛 那想请教 现在银行是不是对人民币的业务 已经都开始积极的展开了 现在收的这个人民币大概 这个总共的金额有多少 跟委员报告到 呃 现在到现在大概 八百五十亿 存款是八百五十亿 哦 那才短短不到六七个月的时间 七八个月的时间啊 是 所以如果以这样一个速度的话 呃 有没有什么需要要调整的政策 比如说十万人民币 啊 或者是更多 呃 台湾 这个 要推动 陆克来台 推动观光 齁 那事实上来啊 很多人 他这个 钱啊 贷不多 来想花 花不到 所以 所以 鼓励他们来 所以 把钱花光 为国争光 来他们花的也开心 那么台湾人 大家赚的也 也开心 所以 所以跟委员报告 这个就是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自由经济示范区 有关OPU 有关OPU 对外国人的部分啊 以后 买卖的商品 几乎啊 几乎都没有限制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大幅开放 会大幅开放 这个好 我们乐于见到啦 因为啊 既然要开放速度就要快一点 如果绑手绑脚啊 瞻前顾后 不敢放手一搏啊 那最后啊 不但是悶而已啊 还会被淘汰掉 所以我们速度要快一点 因为跟着世界的潮流走 很多这个央行 已经把人民币都纳为外汇存底的 一个基本部位 所以不要怕 赶紧来推动 人民的生活照顾好 经济搞得好啊 才是硬道理 嗯 那接下来请问啊 既然要把这个市场 很国际化的推动啊 路客来台啊 什么时候要开放 让路客可以在台方 台湾啊 来这个开放啊 让他们在这里开证券户 让路客来台湾啊 可以用人民币 来买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 以人民币计价的保单 这个速度能不能快一点啊 呃 跟委员报告 我也跟委员想法 希望快一点 但是 路方 他没有开放 他的个人 到外面去买股票 他是到现在还没有开放 我们现在服帽不是签了吗 要签了嘛 里面你这个他也没开放 那可不可以把哦 这个 路客来台湾 我想请教 台商大陆 到大陆去啊 可不可以开银行户 可不可以开证券户 可以 可以嘛 所以我想应该要是对等公平啊 是 我们台湾资金 这个 投资到大陆的 这个长期资金移动 已经非常多了 我想请教主委 台湾水上市三贵公司啊 一千四百家 到大陆 投资的这个累积的金额啊 大概有多少 啊 总共加速是一千零九十三家 累积的投资金额 是一兆五千亿 一兆五千亿的累金吗 是 台币啊 台币 一兆五千亿 所以你看这个长期的不对等啊 是 所以赶快 让 台湾这里开放 路客来台 可以 开银行户 路客来台 可以开证券户 他可以从事 金融商品的投资 他来台湾 爱台湾 也可以 投资在台湾 其实不要怕 投资台湾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有一个 这个 安全的限制限额 是 来 前方在台湾 投资在台湾 建设在台湾 他也搬不走啊 跟委員办法 是因为对岸没有开 不是我们没有开 因为他们 现在中国大陆没有开放他的个人 在国外买卖股票 谢谢 那那个法人机构的部分开放了没有 开放 现在是有多少 QDI 嗯 现在是五亿 五亿的美金 对 但是费进来 其实有两亿六亿 两亿六 是 能大幅的开放啊 因为我 我听说很总统的限制 福茂签完之后 会到十亿 福茂签完之后 所以福茂签 这个对银行 证券保险 主委觉得有没有 比较大的帮助 利很大一弊啊 利大一弊啊 利大一弊啊 利外应赶快通过 让我们金融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好 既然是利大一弊啊 我们就要思考 赶紧啊 是 来正程推动的方向来努力 是 来活络台湾的经济发展啊 让台湾啊 经济不要向下沉沦 是 走上国际的路线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